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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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國時代,一代的梟洪曹操 正是帶領軍隊向前線進發 但這段路非常難走 因為天氣炎熱 這班軍人已經報了幾天 所謂蒙古佬打仔,大汗、突細汗 大家非常疲倦 這個時間所有帶來的食水已經完全喝光了 他們環顧四周 一片都是乾旱歸裂的土地 找不到水源 每走一個地方 因為士兵口乾得不得了 每走幾里路就有人中暑了 囚操見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心裏非常焦急 他們心想 如果不盡快 揭力去找到水源 否則還未開始打仗 整班軍隊便玩完了 在這個時間 他們心裏產生了一個念頭 於是就走上小山江那裡 拿著令旗 向前面指 並且大聲跟軍隊說 各位,我在前面沒有幾圓 見到一大片森林 生滿了又甜又酸的梅 所以大家鼓勵 向前行 我們去到這個森林 就可以食梅解渴了 士兵一聽見 前面的森林有酸梅 腦裏便浮現那些酸梅的酸味 於是大家口水便分泌出來 所有軍隊精神一震 於是大家鼓起勇氣 繼續向前行 沒多久他們便找到水源 曹操的聰明 是利用人對酸梅的反射條件 解決了問題 拯救了整隊軍隊 所以從那個時間開始 就有一句成語叫做 望梅止渴 但是曹操的聰明 比不上今天我們講到的主角大衛 大衛的智慧 在聖經裡面的智慧 不是我們世間所說的聰明 世間所說的聰明就是 I叫高,轉數快,反應好 想了很多東西出來 但是大衛的智慧 不只是這些IQ高轉數快 而是他深深明白 神對我們的帶領 他深深清楚 我們神的心腸是怎樣 並且明白一個真理 我們得著拯救 我們得著幫助 並不是我們自己的聰明 還有本事有什麼條件 而是掌管一切的獨一真神 上帝與我們同在 永遠不會丟下我們 我們一起看看大衛 他的前半生 他如何總結他的前半生 我們一起看看 《撒母義記》下 二十二章 七和二十節 等著我們看到我們一起讀 一二三 我在吉蘭中求告耶和華 向我的神呼求 他從殿中聽了我的聲音 我的呼求也入了他的耳中 他也令我到寬闊之處 他救拔我 因他喜悦我 黃色的字 吉蘭 吉蘭呢 《圓文拔沙》 是說一些很窄 很難 很崎嶇的路 人一般的情況很難通過 是說人生裏面很多的困難 很多的難處 大衛的前半生充滿苦難 在小時候 他爸爸已經忽略他 當撒母義來到他爸爸的家 說我選一個做國王 他爸爸叫了所有的字出來 幾乎忘記了大衛 你想想 你的爸爸忘記了你 即是說在他心裏可有可無 自小已經被人忽視 他長大了 希望劍功立業 但做了一番成績出來 他是招致他的老闆蘇羅去妒忌 你比我威風 於是就不斷去追殺 迫害他 以至大衛很早已經不斷去流亡 不斷去著草 不斷去避開蘇羅 甚至有個階段窮途末路 被迫離開他的祖國以色列國 離開祖國也不要緊 反而要投靠祖國以色列國的敵人 菲利士人 但是也不要緊 去到那個地方 他都被人懷疑 他怕非利士王 懷疑他是奸諜 於是就假裝傻 不是這樣的身份 本來堂堂正的身份 現在好像傻佬一樣 大衛的前半生 就好像我們有句話 如你薄冰 稍為不慎 稍為大意 稍為不小心 不單止自己沒有了一條命 甚至跟從他的人 他的家人 也都全部遭殃 即使是這麼困難 這麼多磨煉 這麼大的風浪 但是大衛怎麼總結他的一生 他說是神引領我去寬闊至處 寬闊至處 原文 南阿俠 是說一大片廣闊無濟的草原 令人非常舒服的地方 就好像我們中國人 都有句話類似大衛所說的 山窮水盡而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本來很困難 但是因為上帝不離不離 是上帝的真實 帶領人去寬闊的地方 這個是人生觀 這個是人生的信念 所以寬闊之處是代表著 我們人生是一個積極正面 充滿能力 充滿希望的人生觀 相信 深信 無論任何環境 任何惡劣或者信你的環境 我們所信的神 是永遠帶領我們 不離不棄 同意一起說一門 大衛這個人生觀是一個結果 是他一路跟上帝同行 一路跟真神同行 他對神的認識慢慢建立 他知道神的心 他知道神是一個什麼的神 看見大衛的人生觀 我們明白大衛的人生觀 就更加明白我們所信的神 是一個什麼神 他的心腸是怎樣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個訊息 就是這個真理就是 我們的神是永遠可靠的神 我再說一次 我們所信的神是永遠可靠的神 大衛這個人生觀 對於今天的你和我有什麼啟示呢 我們的神的心又是怎樣呢 等於我們一下時間 我們一起去到 《撒母義記》下二十二章 我們一起看大衛人生觀的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 是大衛在他人生裡 他有一種永遠不放棄的態度 不放棄什麼呢 不放棄跟從神 為什麼呢 因為神都不會放棄我們 大衛永遠不會放棄跟從神 因為我們的神是永遠不會放棄我們 讓我們看第二段聖記 《撒母義記》下二十二章 二十一至二十四節 等於我們一起讀 一二三 《撒母義記》 《遵守了耶和華的道》 《未曾作惡開我的神》 《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 《他的律例》 《我也未曾離棄》 《我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 《我也保守自己遠離我的罪孽》 大家看紅色的字 特別在這段聖經 大家會有些懷疑 大家可能心裡想 大衛是否作大 我們如果認識大衛看聖經 大衛哪是完全人 哪是完美的人 不斷犯罪 其實我們看大衛 他更加原諒自己 因為大衛都說 嘩 這麼多罪 這樣罵一件事 跟我們差不多 所以看見大衛 就很代入 大衛是否作大 是否吹嘴 不是 鄧姐妹 紅色的字 《完全人》 《完全人》在聖經裡的解釋 不是說在一個完美 永遠都不犯罪 亦都不能夠犯罪的人 不是說這些 《完全人》的意思是 即使我們很多罪 即使我們扭扭 但是我仍然靠著神 仍然靠著神 我再說一次 《完全人》 不是說我們完美 永遠都不會犯罪 而是即使我們很多罪 即使我們扭扭 但是我們仍然歸向神 仍然靠著神 重新再站起來 所以 而我的公義 是在講義人 在聖經裡的義人 不是說又是完美 那些完美無瑕的人 不是在講這些 在聖經裡的義人 是倚靠神的人 怎樣倚靠 黃色的字 剛才的聖經 黃色的字 是遵守和保守 其實在原文裡面 是同一個字 叫Shamma 這個字是在講什麼 這個字的意思是說 你堅持聽神的話 堅持歸向祂 Shamma這個字 在《舊約聖經》一局 出現469次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神很重視 無論我們怎樣都好 就好像大胃一樣 大胃的生命 有什麼值得我們可以學習呢 就是無論多少困難都好 無論你怎樣看自己都好 無論我們怎樣跌倒都好 但是仍然堅持不本屁 不放棄 回到神的身邊 不放棄 繼續聽神的話 努力去過合神心意的生活 這個就是大胃的人生態度 不是我們很完美 不是我們很棒 而是我們可以靠著神 再一次站起來 就好像 為什麼大胃有這樣的信念 為什麼大胃有這樣的人生 因為有這個神 因為我們的神 永遠不會放棄我們的神 這句話不單止在《舊約聖經》這樣說 在《新約聖經》《希伯來書》 大家記不記得 他說 我總不會撇下你 也不會丟棄你 這個是神的應許 可能今天我們 在當中有一些人 我們面對著人生的樽頸位 可能人家的罪令到你很多困難 甚至可能你自己的罪令到你很多困難 人生進退為局 左右為難 可能有人在工作 家庭 或者人際關係裡面面對很多的風浪 很多的難處 很多的困難 令你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有些專家這樣說 他說什麼呢 如果你失去的財產 你只是失去一些東西 如果你失去你的聲譽 可能你失去很多東西 但是有些東西很重要 是不能失去的 如果你失去勇氣 你就失去一切 在這個世界上 從來都不會有人沒有困難的 不會有人沒有困難 可能你數算你人生的困難是千千萬萬這麼多 但是在困難裡面 在不同的境況 在一些難處裡面 人是有得選擇的 有選擇的 有些人會選放棄 有些人會選盆屁 有些人會選沒有勇氣再回到神那裡 我不會面對神 甚至離開 但是也有人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靠著神再一次起身 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起身 再一次重新去歸向神 無論我有多吵架 無論有多少不完美 無論怎樣都好 我堅持回去神 努力去過合祂心意的生活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神從來都沒有理會我們 我們有時會選擇離開祂 但是我們的神從來都不會離開我們 同意一起說一門 Amen 以下這張照片 這位台灣的姊妹叫做盧瑪利 盧瑪利在學校的時間是一個活躍分子 他不僅是運動健將 樂團的樂手 他去畫漫畫 參與畫劇 在學校是很積極活躍 成為開心果 很鼓勵人 所以全校的學生和老師 都給他這份精神 這份樂觀去鼓勵到 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在2000年的12月 在台灣學校很大 有實驗農場 有實驗農場 2000年的12月 盧瑪利在實驗農場 裡面實習做事 有一架私家車突然失控 撞下它 盧瑪利從那個時間開始 下半身就完全彈悶 需要坐輪椅 大家去想像之前充滿色彩的人生 這段意外之後 好像蒙上陰影 好像褪色那樣 如果你是會怎樣呢 一年之後 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 盧瑪利重新回到校園 不是她可以站得翻身 她仍然要坐輪椅 但是她的人生 她的整個生命 她跟以前一樣 一樣那麼樂觀 一樣那麼有能力 一樣那麼有信心 她不單止畫漫畫 甚至可以寫字 在她身邊有很多灰心喪志的人 她沒有因為自己的遭遇 而是一劈子 她反而可以鼓勵到 很多灰心喪志的人 所以這班 這間學校的老師和學生 再一次被她積極正面的人生觀所 再一次激勵到 有人好奇 可以問盧瑪利 是甚麼令你再一次起翻身 盧瑪利這樣說 她說以前我的世界很簡單 我樂觀因為我順利 但當這件意外發生 這個患難困難發生 讓我從更深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更深的角度去看我的人生 我真的明白 甚麼叫做真正的信心 當我打開聖經 看到針言二十四章十六節 裏面說 二人需七次跌倒 仍必興起 二人就是我剛才所解釋的 倚靠神的人 倚靠神的人 即使面對很多很多的困難 七次 不是只有七次 是很多次的意思 無數的困難 無數的風浪 你仍然可以靠著 那個不會放棄你 不會離棄你的神 再一次站起來 老媽你說 我很清楚 上帝創造我 就好像給了一種特別的恩事我 就是去鼓勵人 讓灰心壯志恩 重新再站起來 我就堅持聽神的話 既然神給這一種恩事我創造 我的目標 我的使命 我不會給我的困難 不會給我的人生的風浪 去打到我 我反而聽上帝的話 靠著他 可以祝福到很多人 我很相信 當我靠著上帝 我可以再一次站起來 我肉身站不到 但我整個人 我的身心靈 我整個人的氣勢 都是站起來 同意一起講阿門 Amen 這個是大衛第一個 他的人生的特點 永遠不會放棄跟從神的態度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神都不會放棄我們 第二個 大衛人生的特點 就是完全依靠信念 什麼叫完全依靠 你無保留地 將你整個人 整個人生都交給上帝掌管 為什麼 因為上帝才是真正的安全感 不是我們怎麼擅長 不是我們有多少家財 不是我們有多少層樓 不是有多少錢 不是有多少基金 而是上帝與我們同在 這個就是我們的安全感 我們再一次看三母耳記下 二十二章二至三節 等等我們一起讀 一二三 也會說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盆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角 是我的高台 是我的避難所 黃色的字 岩石 山寨 盆石 高台 原文是說戰略性的高地 古代的打仗 不像現在這樣 有導彈 有間諜衛星 有飛機 有無人機 或者其他東西 古代的打仗 你佔據了戰略高地 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你高住地方 敵人打你 你可以有安全的地方避開 可以抵擋得很好 你站在高的地方 你可以俯瞰全局 你在適當的時間 可以反敗為勝 大衛就是靠著 這些戰略性的高地 成為他的安全感 沒有了這些戰略高地 大衛就不會經常打仗打贏 並且他一切都沒有了 所以 大衛雖然打仗打贏 經常都佔過戰略高地 但是他知道這些戰略高地 真正的戰略高地 真正的安全感 不是他自己厲害 不是自己戰術了得 打仗厲害 而是與他同在的上帝 所以大衛很清楚 真正的安全感 是來自上帝 大衛也很清楚地 跟我們每一個說 一個真心跟從神的人 是永遠不會失望的 為什麼呢? 因為神會在最適當的時間 用最好的方法去幫助你和我 我再說一次 一個真心跟從神的人 是永遠不會失望的 因為神會在最適當的時間 用最好的方法去幫助你和我 有位弟兄在他的公司 努力工作了17年 一直這樣升級 到最後成為公司的管理層 一部分 但是有一年 這間公司被另外一間公司 敵意收購 收購了 可能有些弟兄姊姆都明白 收購了之後 為了減低成本 被他收購了一間公司的領導層 這位弟兄也是其中之一 不僅如此 這間收購他們的公司 在內部的一些程序上 出了一些出術 出了一些手段 希望一毛錢都不用 就叫他執包復走 他跟他的朋友分享 那些舊同事分享 個個都替他不睡 這麼無良 我找律師去告他 因為弟兄起初 都是想著這樣做 我們人都有一種的傾向 是為自己申冤 他這麼不公平 我這麼無良 我應該告他 但是很奇怪 當我一路去討告 一路去求問神 他應該怎麼做 他應該為自己申冤 因為做其他事情 但是神似乎 給他詩篇十八篇十九節 等一下我們看到 我們一起讀 一二三 他又領我到寬闊之處 他救拔我 因他喜悦我 如果大家心想清楚 記得之前我們讀過的 詩篇十八篇十九節 是跟我們剛才讀的 《撒母耳記》下 二二章二十字 是完全一樣 當他一直默上聖經 他覺得聖靈在帶領他 開始看了新約 在羅馬書裡說 《申冤在我》 《我必報應》 似乎一路時間 求問神 聖靈帶領他 你不要在這件事上 不要為自己申冤 你等我 將這件事交給我 我會為你伸張公義 將結果交到我的手裡 因為他聽到很多 很多掙扎 因為我們人有這種傾向 都是為自己申冤的 到最後他決定聽神話 好 我就不為自己申冤 將這件事交到上帝的手裡 於是者 這位大兄失業三個月之後 有四件奇妙的事情發生 第一件事 就是他無端端收到一封信 拆開這封信 竟然是一張支票 這封信裡面這樣寫 原來是他炒他的公司寄給他的 說這一筆錢是對你的補償 究竟為何會有這個補償呢 明明想一毛錢都不用就炒他 難道他是良心發言 還是他看過整件事 覺得可能被人告 先去做這些事情 令到自己不會牽涉在官司上面 到今天都是一個謎 但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收到這筆錢 代代平安 代了先 這是第一件事 第一個奇怪的事 第二件事 就是你弟兄九歲的女兒 見到他爸爸失業三個月 找到工作都沒有 於是有一晚就跟爸爸說 爸爸 你找到工作這麼久 好像三個月 找到三個月都吃白果 我可不可以為你祈禱 各位弟兄姊妹好嗎 好 好了 就好了 那這個妹妹就很乖 就跪下 為他爸爸祈禱 妹妹的祈禱很簡單 親愛的天父 求你給兩份工作爸爸 鳳主平求阿門 兩份工作會不會貪心了些 但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第二天這位弟兄真的收到兩個電話 真的有兩間公司提供 好了 好了 解決了一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又來了 那是甚麼 選哪份呢 第一份工作似乎是最好的 人工最高 他要求的經驗 就跟這位弟兄之前的經驗 是很相似的 所以呢 我們作為正常的人 我們應該去選那份 是不是 很奇怪 又跟上次一樣 當我們求問神 神的帶領往往是出人意表的 他感覺 他彷彿感覺性令 要去選第二份工作 第二份工作是怎樣的呢 人工少40% 你會選嗎 還有不止 這個第二份工作 要求的經驗 跟這位弟兄之前的經驗 是完全不同的 每個人都說 我之前所有的經驗 是無用無知地的 作為一個正常的人 你和我都會選第一份工作 不會選第二份工作 但是最奇怪的是 他彷彿性令 真的給他很大的感動 他要選第二份工作 他不知為何 經過很久的掙扎 他終於說 我聽神話 他要選第二份工作 好了 當他選了第二份工作 奇怪的事情又發生了 他上了工作之後 四個月 就發生了金融海嘯 之前邀請他的第一間公司 想邀請他的那間公司 面臨倒閉 在這個時間 沒有任何人 比這位弟兄更加清楚 剛才所讀的聖經 他由領我到寬闊之處 他救拔我 因他喜悦我 Amen 神的帶領永遠都是這麼奇怪 但是當我們跟從他 奇妙的事情就發生了 我數數三件 第四件奇妙的事情 就是這位弟兄上了這份工作 半年 他跟一間日本公司 一個日本小老闆 談了一間合作很多技術的問題 在這半年的接觸 這位弟兄曾經跟他說 我是信耶穌的 我所知道的上帝是真神 他可以醫治人的 那你一直這樣 來不來又提一下 來不來又提一下 這一晚 他們一齊 一齊 一齊吃飯 一齊談合作的細緻 有很多技術的問題 很煩的問題 那位弟兄 因為太多事情談 他已經沒有主動提出信仰的東西 但是當他一邊吃飯 他就留意這位日本小老闆 眼淋濕 眼紅紅 又腫了 眼淋水一邊流出來 就不是傷心 原來這位日本老闆 有花粉症 那個季節裡面 他有花粉症敏感 於是整對眼都紅了 很腫 流了眼水 很辛苦 這位弟兄覺得 因為在談的 技術的問題很複雜 於是他就沒有提信仰 但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這位日本的日本小老闆 可能他太辛苦了 太多眼淋太辛苦了 於是他主動就提 你是否跟我提過 你是信耶穌的 你是否跟我提過 耶穌可以治療人的 你可不可以 現在為我向耶穌求祂治療我 大家知道好嗎 當然好 於是他從來沒有試過 整個圍桌十幾人 他走過去 就跟這位日本老闆 為他按手討告 於是這個奇緣 一個月之後 這位日本人發了一個電郵給他 他說 我要很清楚知道這件事是真的 我很清楚知道 你那晚為我祈禱這些事是真的 他不認識我們這些基督徒術語 是真的 我知道真的治療了 我才告訴你 哇 耶穌真是厲害 我看過這麼多醫生都醫不好我 但是那晚為我祈禱之後 到了今天 我的患病症已經完全康復了 我們給一張聲音耶穌好嗎 還有不止 他說我這個星期 都要回新宿的教會 新宿是真的有一間教會的 這位日本人老闆真是回新宿的教會 如果你將來去旅行 都可以不妨去看看 我給一張聲音耶穌好嗎 大衛 他選擇 完全的信靠神 因為我們的神 是我們的安全感 不是你怎麼聰明 不是你怎麼本事 是我們的神 真的是我們的安全感 大衛的人生觀 第三個特點 不是說大衛的人生觀 是說大衛的人生觀 為什麼會有這個人生觀呢 它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的神 是永遠可靠的神 我們一起看吧 好嗎 三母義記下 22章32-33節 我們一起讀 1 2 3 除了耶和華 誰是神呢 除了我們的神 誰是盆石呢 甚至我堅固的保障 他引渡完全人 行他的路 藍色的字 除了耶和華 誰是神呢 換句話說 只有上帝 只有耶稣 只是唯一 獨一的真神 他引渡完全人 行他的路 原文是沒有完全人的 原文的意思是什麼 上帝會帶領那些 真心跟從他的人 讓他們的道路安穩 換句話說 在我們表面上 好像覺得一切黑暗 很多的難處 但是神卻是一路帶領我們 在我們看不到的情況 領域裏面 做著他的事 大衛他的人生 有無數次 由急難 去到寬闊至處 不是他怎麼厲害 檢本事 怎麼完美 怎麼不會犯罪 而是神帶領他 一路去成長 他無數次跌倒 但是無數次起翻身 每一次的起翻身 他都對神 有更深刻的認識 有些時候覺得 好像神不在那樣 但是神卻在那裡 一路地帶領他 所以當領域裏面 當我們明白神的心 我們就知道 真正的寬闊至處 究竟是什麼呢 真正的寬闊至處 就是上帝自己 那個一路帶領我們 在我們見不到的情況之下 都仍然在做事 不離不棄 永遠可靠的上帝 真正的寬闊至處 就是那個不離不棄 一路眷顧 在我們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都一路在做事 永遠可靠的上帝 在1921年 有一對瑞典的宣教士夫婦 去到非洲摘伊爾的地方 打算向當地的村落去傳福音 但是當他們想進入村的時候 那個郵長就走出來 不准你們進村 永遠不要進村 不准你們傳福音 這個村有時跟他談了很久 在那裡討論了很久 在那裡求了很久 但是郵長堅決不答應 他都沒有辦法 唯有在一里之外 一個山坡 建了一間屋暫時住低 這個郵長 只准一個非洲的小朋友 每一個禮拜 將雞和雞蛋賣給他們 這對村有時 不斷地向上帝呼求去討告 主下求你打開福音的門 拿走那些捆綁 拿走那些黑暗勢力 讓我們可以進村裡傳福音 將福音傳給傳傳 但是站了很久 一直沒有任何的事發生 這個夫婦每個禮拜 只能夠見唯一的非洲人 就是這個非洲的小朋友 於是就決定向這個小朋友傳福音 他們跟我說了一段時間 很快這個非洲的小男孩就信了耶穌 但是除了這件事之外 就再沒有驚喜 過了一段時間 這個村有時的太太懷孕 過了幾個月就生了一個寶寶女 但是當她生下這個寶寶女的時候 她不幸幻想弱疾離開這個世界 這件事對這個聖典的宣教士 帶來極大的打擊 她整個人都崩潰了 不斷地去上帝跑跑 她說為什麼 為什麼不斷一切犧牲一切 放下一切來到非洲 為你做事 為你傳福音 為什麼你要拿走我最深入的太太 她整個人抑郭到一個極點 甚至連她剛剛出生的女兒 她都沒有辦法照顧 就交了給對美國的夫婦去照顧 一個人就帶著憤怒 回到瑞典 這對美國夫婦把這個寶寶女 改了名叫做阿基雅 然後把這個嬰兒帶回去美國撫養 阿基雅一直成長讀書 信耶穌結婚 今天她和她的丈夫 在牧養一間教會 帶了很多很多人信耶穌 有一天阿基雅在她信箱裡 發現一本來歷不明的 好像宗教雜誌的東西 這本宗教雜誌很奇怪 第一 她找不到在誰寄來的 拼命抄抄抄抄抄抄 大家都知道有些刊物 你會知道在哪裡寄給你的 但她找到任何的跡象 這本雜誌不知道怎麼來 就彷彿好像從天而過 出現在她的信箱一樣 第二 她不懂裡面的文字 又不是法文 不是俄文 什麼文都不是 不知道是什麼文字 她完全看不明白 但一直揭露有一張照片 吸引她的注意力 這張照片裡面 一些荒生的東西 有一個白色的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裡面 竟然刻著她的親生母親的名字 最奇怪了 所以呢 就帶起她的好奇心 為什麼 這本雜誌我原來看不明白的文字 但是有這張照片 於是她就發散了人 看看有沒有人懂得這些文字 千辛萬苦搞了很久 終於找到一個人 懂得這種文字 原來是一種非洲的文字 這個人呢 雖然懂得這種文字 但是翻譯都不好流離 所以翻譯得得得得得得 以下就是她的翻譯了 白人嬰兒女出生 年輕媽媽過世 非洲小男孩信耶穌 白人全部離開 非洲小男孩長大 非洲小男孩說服遊長 被她在村裡開學校 非洲小男孩帶領全部學校的學生信耶穌 非洲小男孩帶領全村的人信耶穌 遊長都信耶穌 在那個地區有幾千人服侍主 福音不斷向其他村落擴展 這對宣教士夫婦成為偉大人物 這對宣教士夫婦就是阿基雅的親生爸爸媽媽 當圖畫一路一路砌成的時候 大家知道本來絕暗、黑暗、景況 原來神在砌一些圖畫 原來她的親生爸爸媽媽 今天成為當地極之出名的人 但她相信她的親生爸爸完全不知道 於是她有很大的感動 很想將這個真相親口告訴她的親生爸爸 於是她就飛去瑞典 但她跟這個親生爸爸已經幾十年沒有聯絡了 不知怎麼辦 於是她用盡一切可以找的渠道 想找回她爸爸出來 找了很久 到最後終於找到她爸爸那些人 原來她爸爸當年回到瑞典的時候 曾經再婚生了四個子女 但是在她人生裡面非常之 有一種很壞的習慣就是嚴重於走 阿基雅跟她在瑞典的子女聯絡上 她的子女告訴她 我爸爸嚴重於走 她有一個特點 就是你千萬不要在她面前提上帝 每一次你跟她提上帝 她就生氣到跳起 大發雷霆 阿基雅一個下午 去到她爸爸住的地方 她看到爸爸 跟她說一聲爸爸 她爸爸戴著眼淚 然後跟她說 女兒 我是不想扔下你 我當年是不想為你 但是我沒有辦法 我抑鬱到一個地步 我是沒有辦法照顧你 我唯有將你交給人撫養 阿基雅說 爸爸不要緊 上帝照顧我 你不要提醒我上帝 她已經忘記了我們了 如果不是她 我們就不會搞成這樣 阿基雅跟她爸爸說 爸爸我很想跟你說一個真相 就是你和媽媽當年是沒有白白去非洲 媽媽也沒有白白離開這個世界 我相信媽媽今天在天父的懷抱裡面 你都很開心這樣微笑 你記不記得當年 你們帶她去信耶穌那個非洲小朋友 今天她已經長大 說服遊長 開了學校 她帶了全村的人去信耶穌 當日堅決拒絕你讓你入村 那個遊長也信耶穌 有幾千人的地方去為主做事 並且福音不斷地擴張 你這一切的結果 都是你和媽媽當年對上帝的忠心 上帝並沒有離開你 這一日她爸爸聽完這個真相 就跪下 哭到出不了聲 這一日她爸爸重新歸向上帝 這一日這兩父女更加明白上帝的心 在人生有很多難處 我們看到很絕望 黑暗 好像很灰暗的情況 原來那個不離不棄的神 仍然在背後做功 我們的忠心神是看到 我們的不放棄 我們繼續跟隨他 神都看到 阿們 在我讀高中的時候 我的學校和一間特殊學校是姊妹學校 為什麼姊妹學校呢 就是我每個月 我就和一班同學去做一些義工 我們的工作其實很簡單 只是我們每人會帶一個特殊學校的學生 就是一些輕度智障的小朋友 帶他出去玩 當時我負責那位小朋友 其實他比我高 帶他一個小朋友 每個月都帶他一次出去玩 於是經過一段時間 我們和這些小朋友建立一個很好的關係 所以每一次出街都牽著我們的手 有一天 當我們在巴士站等巴士的時候 打算坐巴士去旺角一起玩 我們等巴士的時候 我很想給這個小朋友的驚喜 就是買糖給他吃 於是等他跟其他小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就煮酒 就去附近的士多買了糖 打算請你吃糖 這樣就很開心 為甚麼我拿著糖 回到巴士站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小朋友在那裡大哭 我搞甚麼呢 發生甚麼事呢 我於是問同學做甚麼事 他說沒有 沒有做過任何事 不過他見不到你 就在那裡大哭 但是當我一出現的時候 他就馬上閉嘴 然後走過來牽著我的手 接著我們一起上巴士 他隔了一個巴士站 他就問一次 我們是否一起去玩 然後過了幾分鐘 他又問我們是否一起去玩 如是者問了五六次 每一次我都跟他這樣說 是啊 我們一起去 是啊 我們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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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祈禱 我們要祈禱 最後今天讓我們知道 我們和你的關係 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 不是一些文字要認識你 不是象徵性的关系 不是一些规矩 不是一些宗教的规条 不是一些形式 现在我们这个关系 是很亲密的关系 是一份情 是一个与日俱增 当我们一早与你同行 我们就知道 神啊,你的爱是不离不弃 你对我们的一份心 永远不会离弃我们 主,今天可能我们人生 有不同的光景 我们都向你呼求 主啊,你是否跟我一起 主,我相信你永远都会跟我们说 是的,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我永远不会离弃你 我永远不会扔掉你 今天天父就仿佛向我们每一位 你将开她的手 我的孩子,你再次来到我爱里面 因为这个世界 任何困难都没办法拦阻我爱你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将你从我手里夺去 所以今天让圣灵去充满我们 让我们更加明白天父的心 当我们更加明白 并且了解上帝的心 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神 是永远 永远 与我们同在的主 这个同在 不是头脑的概念 而是真实可以经历到 主要是将这个心给我们 我们的信仰从来都不是这些概念 不是哲学 而是我们与你的关系 所以帮助我们 去更加去领回你 体会你的心 并且回应你 所以顶者会当我们一起讨好事 天父仿佛将他的手 伸出他的手 去呼唤我们 我的孩子 你要亲近我 我盼望捉住你的手 所以今天 当我们愿意去回应他 我说主啊 我都愿意捉住你的手 如果你愿意这样回应 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 代表你愿意捉住天父的手 我为你祈祷 请我主 我奉耶稣命 我奉耶稣命 祝福这些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 我一滴的眼泪 是代表我们对你的心 我们的信仰 是一个心灵感动的信仰 不是条文 不是形式 所以今天主要你的灵 去触摸我们的心 让我们更加明白 你对我们的爱 这份爱 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抹杀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断去 我为这些顶尖妹祷告 当我们心灵承受去回应你 主要 这个就是 你借助圣灵在我们的感动 主你喜悦这些顶尖妹 我奉耶你的名 祝福这些顶尖妹 让主 当他们对你的心改变 和你的关系改变 他们的人生都改变 他们的见证都改变 他们的言行都改变 主要充满他们 带领他们 让我们经历你的真实 在我们的日子里面 主要你紧握我们每位顶尖妹的手 将你的慈爱 谈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要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见到更多的奉承 当我们一路与你同行 我们更加明白大胃的智慧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 我们的神是不离不离 我们永远眷顾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是永远可靠的神 亲爱主 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一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